在中国大陆每到中共所认为的政治敏感时期 一些异见人士还有访民都会被关押 软禁 传唤或者是被旅游 也就是被国保警察押往旅游景点离开驻地 那么随着中共当局对于民间镇压的强度不断升级 各地被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此有评论指出 这种全程由政府来买单的维稳旅游 却已经变成了警察国保自己的度假旅游 但是倒霉的是全体纳税人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指出 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 至少25名异见人士被强制旅游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认为 被旅游的人应该远不止这个数 马晓明六四前也被强制带到了四川一个古镇去旅游 他说 吃住都比较奢侈 全程由当局买单 两名警察24小时陪伴 从5月28号到6月6号 前后一共是时庭时间 到了四川 一些比较偏远一些的镇或者是古镇上住下来 一天就是在小旅店里待着 或者是到一些景点去转一转 就连上厕所都不能离开人家的视线 像这样的事以前经常发生过多次 就是在两会啊清明节啊六四前后采取过多次 六四前 浙江画家严正学也被警方强制带到宁夏旅游 还到了滕格里沙漠 他说 每到一处警方都如影随形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夫妇5月底被两名国宝 强行带到山东长岛危海等地旅游10天 还有一些被旅游的人士透露 警察带他们住星级酒店 吃加油喝美酒 还有警方全程陪伴游山玩水 费用由当局买单 北京意见人士何德普夫妇和北京意见人士高鸿鸣 今年两会期间被强制带到海南岛旅游10天 人权组织表示 这种旅游可是货真价实的旅游 他们有时住在阳光沙滩边的豪华酒店 到各处名胜景点游览 还有奢侈的晚餐 何德普说 我们过得相当愉快 行程花了好多钱 都由地方当局来买单 2011年北京维权人士徐湘玉和家人 也被强制带到海南岛旅游 他说住的酒店非常豪华 吃的也很好 一顿饭可花上1000元 全部由当局买单 中国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说 实际上 访民被旅游的例子更多 他所知道的就有数千起 我所接触的民众当中 那个市场有5000人次以上 有些坚决不同意被旅游的访民 会毕竟方采取强制措施 以绑架的手段软禁或关押 黄奇还披露 陪同监视访民旅游的警察 有的还带着八九个亲朋好友 把维稳旅游变成了警察自己的度假旅游 实际上倒霉的是全体纳税人 中国过去十年来 对民间镇压所支出的经费一路攀升 自2011年起 维稳经费预算 已经连续四年超过了军费开支 去年中国的国防支出预算为 7406亿多人民币 维稳经费为7690多亿元 我们下期再见